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的处于两者之间 刚刚适合生命生存 当然它们也有共同点 比如木星 天王星 海王星 这三颗七代行星都有着美丽的光环 行星环是一个常见的结构 所谓行星环就是一些行星周围 存在有大量细碎的物质块与颗粒 汇聚成环的形状 环绕着行星 这就是行星环 它们像无数卫星的天然卫星一样 集体绕着行星运转 并保持环的形状 从1610年伽利略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 观测到土星环的人开始 人类已经认识它超过400年了 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 我们对于行星环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不仅在太阳系 其他气体行星上 全都发现了行星环 甚至在系外行星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构 这些发现一度让科学专家认为 行星环是气体巨星的专利 关于星环 人们都知道太阳系几个气态行星上都存在星环 然而情况在2017年发生了改变 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宇宙中一些质量非常小的天体上也能看到星环存在 认神星是在科伊伯代的已知质量最小的矮行星 这颗小天体的直径只有1436公里 然而在其周围竟然也有一圈星环围绕 这意味着宇宙中的天体存在星环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且通常都是经过撞击后形成的 从此让人类对于行星环有了新的认知 不过如果有人告诉你火星以前也有环 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来自普渡大学希腊法院分校物理与天文系的赫塞尔布洛克 与地球大气行星科学系的明顿提出了火星环的概念 他们认为火星虽然现在看起来光涂涂的 但曾经也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行星环 如果有人告诉你火星的环在过去几十亿年多次变为卫星又变为环 现在的卫星火卫一与火卫二在将来还会变为环 你会更加惊奇 那么凭什么说火星以前也有环呢 这个环怎么来的 它是如何与卫星实现互相转变的 故事要先从火星现在的两颗卫星说起 火卫一福伯斯是火星两颗卫星中较大的一颗 但是尺寸也非常小 它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轮廓尺寸约为26.6千米乘以22.2千米乘以18.6千米 看起来就像是一颗土豆 质量是月球的一千万分之一 这两位科学家认为火卫一的形成可能来自于一颗小行星对火星的撞击 小行星袭击火星后在它的表面进起大量的碎片 这些碎片飞溅到太空中形成了一个环状结构 然后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火卫一 根据他们的分析 那个时候的火卫一比现在要大一些 最近的新研究将火卫二也考虑进来 共同来推测火星环的结构 火卫二德莫斯是火星较小的一颗卫星 平均半径为6.2千米 其与三环内的北京城差不多大 质量仅为火卫一的七分之一 关于它的形成引力俘获的假说相对比较流行 但一直饱受质疑 而它的公转轨道和火星赤道的夹角 也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也是新研究试图通过火星环的假说来分析的原因之一 SETI研究所的天文学家马蒂亚库克告诉我们 火星二的轨道和火星赤道并不完美的处于同一平面的事实 始终得不到重视 没有人会去花时间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好想法并且重新审视它的时候 火卫二倾斜的轨道就向我们解释了其中巨大的秘密 说起来火卫二的轨道也并没有那么倾斜 它和火星赤道的夹角仅有1.8度 除此之外 它的轨道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偏心率极低 每30小时公转一圈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很少有科学家会认真考虑这个夹角的问题 相对来说 火卫一更受科学家重视 因为它正在以每年1.8厘米的距离靠近火星 它目前距离火星平均为9378公里 据科学家计算 大约在一亿年以后 火卫一将会进入洛西极限 被火星的引力撕碎 科学家们分析了火卫一被撕碎时会发生的事 大部分碎片形成一个环状物 围绕在火星旁边 然后倾泻而下 落在火星表面 其余一小部分碎片会凝聚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火卫一 并且在碎片环落入火星时 留在洛西极限之外 当火星环的碎片全部落在火星表面的时候 新形成的卫星就会像火卫一那样 开始逐渐靠近火星 重蹈曾经的覆辙 然后它会重新来到洛西极限 被火星引力撕碎 进入新一轮的卫星 环 卫星循环过程 根据2017年的研究 科学家认为火卫一在历史上已经多次经历了这个过程 而火卫二正是在某一次撕碎的过程中受到影响而出现和火星赤道的夹角的 为此 库克建立了一个计算机模型来模拟原始火卫一 在向外移动的过程中对火卫二倾角的影响 利用现在两颗卫星的数据 它们追溯到了遥远的过去 展示了火星的卫星经历过的历史 在大约39亿年前 整个太阳系都在经历着引力混乱 小行星到处撞击的大轰炸时代 火星也没有能够幸免 一颗小行星重重的砸在了它的表面 飞溅起来的碎片凝聚成为了火卫一 当时很可能也有其他小的卫星星成 但是它们最终都坠毁在了火星表面 只留下了火卫一和火卫二 大约在35亿年前火卫一和火卫二还非常和谐 并且形成公转周期1比3的轨道共振 关于35亿年这个数据 也和三年前两位科学家的推测不谋而合 那个时候火卫一的质量为目前的20倍 在距离火星半径3.3倍的位置公转 在两颗卫星形成轨道共振的过程中 原本严格在火星赤道上空 公转的火卫一被拉偏 形成了今天的夹角 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亿年时间里 稳定的保持着这个运行状态 而相对的火卫一则面临着周而复始的痛苦巨变 不断的在环与卫星的两种状态之间徘徊 经历着多次的浴火和重生 同时不断的损失自己的质量 到今天仅仅剩下35亿年前的二十分之一 模拟结果还显示 如果这个猜想成立 那么火卫一的形成时间应该不超过两亿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有了清晰的标准 来检验这个猜想的正确性 更幸运的是 科学家恰好也正在开展火卫一的探索项目 根据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此前对外宣布的消息 他们将在2024年向火卫一发射探测器 他们将会在火卫一表面收集样本并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通过这些样本 科学家们可以计算火卫一的年龄 如果它的年龄被检测出来只有几亿年或者更短 那么将可以成为这个猜测的有力证据 对于火星有星环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大多数行星的卫星都是从自身剥离出来的 包括月球也是这样 科学家们认为在地球诞生后不久 就遭遇了一颗大型天体的撞击 撞出来的物质便形成了月球 而且在被撞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地球的轨道上也是有一圈星环存在的 经过数十一年的运行后 这些太空碎片才逐渐被地球和月球清除完 从月球表面那密布的陨石坑 就能看到曾遭遇过的撞击次数 我的工作是进行理论性的计算 库克说道 尽管这很有趣 但是把这些理论和现实互相对比的感觉更棒 目前太阳系中的四个气态行星都有自己的心环 而在成千上万已经发现的系外行星中 只确认了一颗拥有心环的行星 G1407B 因此科学家们是通过研究太阳系内拥有心环的行星 来找出心环形成规律 从而更好的确认系外行星是否拥有心环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